说自己再不干了 自己没有把握 不知不觉他又干了 这什么原因呢 习气太重 习气太重 在六道里住的时间太长了 染上许时多多不良的习气 这些习气在操纵里 这个习气佛法里的称得是魔 八大人就已经讲四种火 那四种魔里头最麻烦的 五阴某完全是自己 无音说这身体 色受想行识 成就这个身体 色食入神 受你是有感受 那里面 阿雷耶诗里头的耶稀中子 会让你有苦乐的感受 会让你有苦乐的感受 外面的境界 人事境界 物质环境的境界 都能够让你生起 苦乐习气 苦乐习气的感受 这些感受的时候 你会有反应 顺利心的 去称欢喜 贪念 不顺心的 就起怨恨 这就造业了 是你自己无法控制的 齐心动念 就在造业了 身心才就造作 那个业的力量就更大了 所以 出离 六道轮回 是多么难 那 在一般来讲 人想 特离六道轮回 他做不到 佛法教你修行 叫你断烦恼 三界 八十八平 见乎断境了 你才入门 就这个入门 我们现在一般人 一生做不到 那后面就不必说了 必须见思烦恼断境 你才能超越轮回 见思烦恼断境 是阿罗汉 华阴经者大臣 大臣是行为的菩萨 到第七性 才特离六道轮回 六星 还在四界天修行 还出不去 你是这个四界天修行 你是这个四界天修行 这个四界天修行 我们这才有救啊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有待业 往生 我们的烦恼吸气 每一段 都能去 一瓶都没断 一瓶都没断 这个功德利业 不可思业 可是佛说得很清楚 可以在业 但是这个业呢 一定你愿把它控制住 不需要断 但是一定要能控制 这就是说 只带旧业 不带信心 你现在还在造作 那这个带不了 过去造的 昨天造的 可以带 今天造的 不能带 所以今天呢 今天我不造了 行 今天不造可以 可是不造不行啊 念头不会断了 啊 啊 金总有个妙法 叫你造什么院 造阿弥陀佛的 啊 你就想阿弥陀佛 你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念 哎 这个方法就行 这个方法真的 人人都能做得到吗 人人都有条件往生极乐世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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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